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欢迎收看今天的老游试谈 近日,腾讯旗下的通讯软件微信再度成为中国网友热烈讨论的话题 并登上微博热搜 很多用户抱怨微信占用大量手机内存 有人称微信应该更名为巨信 23号,微信占用了我100多G的内存 该话题登上微博热搜第一名 引发众多网友的共鸣 有网友晒出自己512G的手机中 微信占了107G存存空间 据悉这已不是微信首次因占据大量内存而成为话题 据一些网友抱怨称 每次打开微信都会提示 内存不够,请清理后再使用 但当你寻找文件时,却谈出 对不起已过期被清理 这让很多网友感到不满 认为微信太难伺候 早在今年5月 微信因吃内存的问题就曾登上热搜第一 被批评是内存刺客 凸显出微信长期存在占用内存的问题 一些网友表示 微信的名称是微信 但却像巨无霸一样 占据着手机的存储空间 即便换了1T的手机 微信的存储空间占比也会持续增加 根据晶云的统计数据 通过多个用户的存储信息截图计算 发现微信所占的内存空间中 聊天记录占比约在75%到95%之间 大部分存储空间都用于存储聊天记录 对此 网友在微博上纷纷留言抱怨 就算占用了100G的内存 当想查看7天前的图片和资料时 人会收到文件过期 已被清理的提示 有人表示 他经常需要清理手机 否则手机的容量就会不足 另外还有人抱怨 语音聊天占用的内存特别大 而且还不方便寻找 美国流行天后 Tiler Swift最近公开呼吁他的粉丝 上网登记成为选民 这一呼吁获得巨大回响 目前已累计超过3万5千人登记 事实验证 这位天后及歌星 在美国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 据报 Tiler Swift在选民登记开始那天 即19号当日 在Instagram上发文 你们登记投票了吗 并对他的粉丝说 很幸运 最近能够通过我在全国各地的演唱会 和大家相遇 我听到了你们的心声 我知道有多么强大 为了今后的选举 未雨绸缪 请大家善用登记投票 据悉 Tiler Swift在全球拥有2亿7200万粉丝 因此在他的呼吁下 无党派非盈利组织 VOT ORG网站几乎被挤爆 据VOT ARG网站证实 在Tiler Swift发文后 平均每30分钟就有13000人上网登记 仅19号当天 就有35000多人上网登记 比去年增加22.5% 据VOT ORG发布的新闻稿显示 该网站原定于2024年11月大选前 完成800万选民登记的目标 但在Tiler Swift的帮助下 目标进展迅速 VOT ORG声称 他们与Tiler Swift有着多年的合作关系 自2022年以来 在该网站上18岁的选民 登记人数计增115% 另外还值得关注的是 Tiler Swift以歌手的身份 一直在关注政治事务 在2018年的田纳西州联邦参议员选举中 他公开支持民主党候选人 前州长布雷德森 并批评共和党候选人布莱克本 在国会的投票记录 尽管如此 但最终共和党候选人布莱克本 依然当选 随后 Tiler Swift仍不时地通过社交媒体 表达他的政治立场 包括2019年公开支持平等法案 并在2020年对弗洛伊德的死亡 和引发的全国抗议表示关切 与此同时 他也曾批评时任总统川普 欢迎我们的新朋友订阅关注本频道 台湾老朋友们多多点赞 此前因性骚丑闻而下台的前纽约州州长 葛默于24号公开出面 支持纽约市长亚当斯 他认为亚当斯关于无政客危机将毁灭 纽约市的警告是正确的 同时他批评拜登和现任纽约州长霍楚 移民政策已经疯狂 24号葛默在一次教会活动中表示 联邦政府未能有效管控无政客危机 纽约市已经难以承受负担 他说我们不能再继续硬撑 事实很明显 纽约市不能再单独承担无政客危机的费用 这是一笔数十亿美元的巨大开支 此外 纽约市目前还面临着疫情后无家可归的问题 犯罪问题 居民外流和商家撤离等多重挑战 随后他又批评了卸任州长霍楚 指责他一直拒绝强制要求 纽约州其他地区接受无政客 他认为 目前州府和联邦政府采取的应对策略 毫无意义 甚至已经变得疯狂 他说亚当斯是对的 这种情况不可持续 也是不公平和不合理的 此外 葛默还批评了民主党在应对犯罪问题上的策略 他指出民众因为害怕犯罪而避免上街 这是一个艰难的现实问题 他说 现在有太多政客 特别是我所在的民主党 一直对犯罪问题视而不见 冲而不闻 还说犯罪问题是共和党人的阴谋 这完全没有道理 犯罪正在伤害民众 而且有七八成的犯罪受害者 都是有色人种和低收入居民 大家可以看 这个干部一旦退休了 就能说实话 如果他要是还在位 估计他也会成为他自己所批判的那个人 所以说 人尤其是政客 只有在不谋其政之后 才会真正的站到人民的队伍中来 因为他也变成了人民的一员 此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不少富人和中产阶级 曾大举购买海外房产 作为投资或欺身之所 但据港媒报道 在中国经济衰退 并损及财务的当下 这些人开始纷纷出脱 他们在海外的投资房产 以弥补在国内的损失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2017至2018年间 广东的海外房产经纪人姚先生 曾为不少中国投资人 在泰国大举购买公寓 如今他又开始帮助 200多名以中产家庭为主的中国买家 出售泰国的房产 据他称 在泰国买房的投资人 多数是中国二线城市的 普通中产阶级家庭 主要从事旅游 出口和服务业 但自新冠疫情以来 这些投资人的收入大减 同时手上的国内房产市值 也同步下降 他说 在这些中产阶级投资人中 一部分人已无力持有海外房产 他们迫切需要现金 来解决其自身的财务问题 例如企业倒闭 财源和贷款违约 据他介绍 为这些海外房产找到新的买家并不容易 从今年三月至今 在他协助出售的200多户公寓中 只有6户是由中国买家接手 理由是 泰国的二手房市场已相当饱和 当地人和外国投资者都不愿购买二手房 因此 他的销售目标依然放在那些 想把财富转移到国外的中国中产阶级身上 据报道指出 自2010年中期开始 泰国 马来西亚 越南 乃至日本的公寓 在中国成为热门投资标的 吸引了大量渴望在海外投资和生活的 中国中产阶级 而目前 除了中国投资人自身财务出问题外 这些房产也正面临跌价所产生的亏损 其中 中国房地产巨头碧桂园 在马来西亚柔佛州耗费巨资 新建的森林城市就是其中一例 在森林城市买房的中国投资者李小姐表示 原本当地规划共70万人居住的房子 现在的居住率却不到1% 这个地方看起来更像是一座鬼城 而开放商承诺的繁华住宅和商业区并未成形 街上商店和屋里几乎都空无一人 他指出 森林城市的房价从每平米1.8万元人民币 跌到现在的6000元 很多人都想出脱解套 然而除非你能找到中国买家 否则当地人和其他国家的买家 都对森林城市不感兴趣 另外除了东南亚之外 投资日本房产的中国投资人也在门受损失 例如投资日本民宿就是其中一例 原因是中国游客目前还没有回流日本 近年来中国出台多项新政策以刺激房市 但28个大中城市平均空置率依然达12% 这显示出中国房地产供应已明显过深 日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前副局长贺坑表示 目前房地产供应量14亿人可能都住不完 他批评称这么多空置的房子再要大力发展房地产是不明智的 因此他认为房地产企业必须转型 早转型早主动 据报23号 赫坑在2023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大会上表示 当前中国经济确实遇到一些状况 现在房地产供应过剩 空置的房屋究竟有多少 每个专家估的数字都大不相同 最极端的认为 目前的空置房屋数量足以容纳30亿人 他指出 这个估计可能有点多 但可能14亿人住不完 有购买力的刚需肯定买不完 因此他认为 房地产企业必须转型 早转型早主动 对于中国房屋空置率一直都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去年8月 贝壳研究院发布一份调查报告指出 中国28个大中城市的平均房屋空置率为12% 相对处于较高空间 仅9个城市的空置率处于合理区间之内 大部分城市处于10%至15%之间 6个城市高于15% 其中江西省会南昌的住房空置率名列第一 达20% 这代表南昌有1%的已受存量房屋处于空置状态 其次是河北廊坊 空置率为19% 而深圳 北京 上海空置率最低 均在7%以下 另外 西安 郑州 昆明 合肥 无锡等大部分城市 空置率处于10%至15%之间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贝壳认为住房空置率的区域差异 直接反映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潜力 一般情况下 空置率在5%到10%之间是合理的 低于该区间则认为空置率过低 表示住房需求旺盛 潜在需求较高 而高于10%则认为空置率过高 表示房屋供给过深 有库存积压风险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什么 什么才是所谓真的快乐 我们一直都在坚持什么 什么才是生命该坚守的信仰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寻找心中的那一点光亮 寻找心中的那一点光亮 生死两头作呀看呀 生死两头作呀看呀 情啊 重啊 怎么点亮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寻找生命的一个方向 寻找生命的一个方向 默然回首已站在远方 默然回首已站在远方 得到失去又能怎样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